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外星虫侵略地球的故事,虫虫欲动 那电影一开始啊,曼谷街头惊现奇怪大白虫 多家媒体报道,这是天降外星生物 地球就要遭到攻击,一时间是人心惶惶啊 结果专家鉴定出,这不过是退烧剂 原来虚惊一场闹了个乌龙 不是我说啊,这媒体报道新闻也太不严谨了吧 言归正传啊,咱们继续看电影 三年前包子铺老板阿柴的隔壁来了一个新邻居苗 这个苗呢是开冰厂的,因为阿柴的包子铺烟囱 老是朝着苗的冰厂,所以苗的冰融得很快 两人就此结下梁子,阿柴在包子里放了添加剂 所以他的包子铺生意十分火爆 而苗的纯天然无害兵却无人问津 苗的侄子小麦和阿柴的女儿牡丹是情投一合 却因为两家的恩怨被棒打鸳鸯 这天晚上,天空掉下一坨蓝色的东西 正好掉进了一家人的洗炼盆里 很快变成了和退烧剂一模一样的虫子 虫子被拿来放在小女孩头上退烧 第二天,小女孩果然退了烧 她把虫子送给了阿柴的小儿子 没想到外形虫不止一只 外形虫霸占了狗的身体 牡丹抱起狗就要亲 却不知狗嘴里冒出一条外形虫 差一点被外形虫钻进嘴里 幸好小麦及时找到它 才没让外形虫得逞 外形虫错过了牡丹 却进入了牡丹家 找麻烦的贤老板体内 之后狗狗就硬邦邦的死掉了 而贤老板也失踪 大家都怀疑是贤老板弄死了狗 就在这时 贤老板脸色苍白的出现了 还掐住了正在门口约会的大女儿 大女儿尖叫着喊来了全家人 一家人合作打晕了贤老板 外形虫从他体内钻了出来 阿柴看见外形虫还夸了句 好可爱 外形虫费尽办法要钻进他们的嘴里 幸好一家人伸手矫健躲开了 外形虫也被阿柴用一个锅盖搞定 只是虫子立马又钻进了阿柴的裤裆 一家人赶紧对准阿柴的裤裆布 狠踩 踩着踩着 虫子不见了踪影 一家人赶紧躲进屋去 这时放学的小儿子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只小女孩送给他的虫 惊不惊歇 意不意外 刺不刺些 哎呀 一家人赶紧甩到虫子躲到楼上打电话报警 警察一听是两条虫子杀人 就立马挂了电话 开什么玩笑 虫子杀人 谁心呢 牡丹这时想起了住在对面的男友小麦 打开窗户 手务足道的向男友求救 小麦很快爬墙上了楼 虽然阿柴很不喜欢小麦 但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啊 与此同时 贤老板的手下也来到包子铺 却恰好遇见楼下的外星虫 一群人吓得四处逃窜 楼上的几个人也不作意待毙 准备下楼找帮手 结果发现虫子已经变得和成人差不多大了 几人又被吓得逃窜出来 这时 冰场的苗扛着猎枪出现了 柴苗二人在危急关头决定暂时放下个人恩怨 他们拿着枪 准备回去杀死巨虫 回去一看 发现满地都是虫蛋 长得跟包子似的 还怎么踩也踩不破 很快 虫蛋里就爬出了小虫 一只虫差点钻进苗的屁股 被阿柴用高尔夫球棒打到冰块里 没想到虫子很快就死掉了 原来 外星虫怕冰 他们决定派出小麦去包子铺 引虫来冰场 小麦用虫蛋当诱饵 把大虫引入了冰场的水池 但巨虫伸出舌头卷走了小麦 众人急忙将水温调低 变成冰块救出小麦 就在他们以为所有外星虫被消灭时 一条幼虫爬进了大女儿的嘴里 但大女儿因为之前吃了包子 奇迹般的没有死 吐出来的幼虫却死了 原来 外星虫还害怕有添加剂的包子 这时 他们发现包子铺着火了 原来 是贤老板的手下又来了 众人又急忙跑去包子铺 慌忙中却踢到了水池的制冷管 巨虫很快破冰而出 来包子铺杀死了贤老板的手下 最后 众人将添加剂扔向了虫子 巨虫吃掉添加剂后果然被成功消灭 而阿柴也向家人坦白 自己的包子有问题 他们决定 改过自新研究新的配方 并同意了小麦和牡丹在一起 而两家人共患难后 终于兵释前嫌 这部电影虽然故事情节简单 但笑料还是满满的 同时也讽刺了 现在工业社会添加剂 泛滥的现象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